好 大家回顧整個爭議 主要就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媒體人王志安 他上了賀龍的節目 當時他是形容了 台灣大選上市秀一樣 然後還說了 在演唱會現場 把殘疾人士推上去很煽情 而且在這個節目當中 擺出顫抖的手勢模仿 就引發討論跟爭議 好 現在呢 整個節目的製作人霍金就道歉說 未來一定會謹慎的來處理整個節目的內容 但重點來了 王志安本人發文一點回憶都沒有 還在社群上面講說 共產黨來了 我都不怕 同時主持人賀龍 到現在也都沒有講話 引發網友湧入他的社群網站 激烈抗議要求他出面道歉 好 他說 在這個節目當下的時候 很多網友說 他跟這個另外一個主持人LB 兩個人都笑出來 現在他們就要求賀龍馬上道歉 同時還講了 是不是應該要退出演藝圈 好 不過很多人在問 這個王志安到底是誰 那名運人士王丹呢 就在臉書直接發文講了 他在好幾個月以前 其實就已經提醒了 台灣民眾跟媒體 就是要小心王志安這個人 他說王志安已經被太多人認為 就是中共的大外宣 而且起底王志安是中共央視出身 現在是住在日本在做自媒體 但是王丹提醒說所有反共自媒體 幾乎都已經批判過王志安這個人 還說他就是想要流浪 所以王丹就說要台灣媒體千萬別上當 那同時間呢有熱血功名教師稱號的名嘴 王毅中現在也講了 他說陳俊翰這個人 其實是自己新竹高中時的學弟 從小就已經有脊髓性的肌肉萎縮症 但是非常認真好學 還說他擁有超狂的學歷 台大法律系畢業之後 第一名考上的律師還取得了會計師 執照等等的 甚至也去國外攻讀了這個碩士跟博士的學位 也是教育部推選的勵志人物 所以王毅中說大家根本就不應該這樣子取笑他 非常不應該